好 下一位 陶瑾申議員 主席 我和陳志全議員剛才的想法有點相近 我不希望冒犯你主席國下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可以繼續維持你覺得你本來的利益宣佈是主持財委會沒有問題之下 如果你覺得你是避免爭拗 覺得適合的 你就讓副主席主持 我相信除非有很多同事反對你這樣做 否則這樣可以幫助整件事快點解決 這是第一 當然這個決定在你那裏 第二 我覺得如果有些同事說 既然要討論這些程序的問題 這些程序是否公道 有沒有利益衝突 這是議會中重要的規則 如果有些同事覺得無所謂 當然如果他對利益衝突一點都不介意 甚至漠視 所以搞什麼私農截都可以 一定會發生的 所以這是一個一脈相承 你自己的想法是覺得主持會議利益衝突是不重要的 你自然什麼都覺得不重要 那你便會這樣 是不是利益衝突這件事現在未討論到 我意思是利益衝突包括主席你才是否繼續主持去討論 你的前提是不是利益衝突這件事 我想到現在為止大家未清楚 不要這樣斷斷 我不是就是說主席你現在主持陳偉業衍生出來的另一組討論 其實都是可能有利益衝突 同樣告訴你是未清楚的 所以你不要再一個定義 主席 我的發言 我認為你有 那我就可以說 我可以發言這樣說 你有利益衝突 即使在第一個原始動議 以及在這個討論裡面 都可能有 OK 多謝你